Hello 大家好,Re1です 今天8月17號一早就有一個差不多500處MB的資料下載進來了 這次就有帶大家稍微來看一下這次資料下載內的內容吧 其中全球活動相關的情報也是會有的 那麼首先的話當然就是我們的新卡方面啦 新卡面這邊的話就是 等一下晚一點就會開上來的 活泼女孩卡機裡面的18號跟Mamba 這兩個卡來講的話 18號真的是有夠頂的 不管是它的SSL還是TOL的卡面都好好看 然後至於另一張那個Mamba的話 我就覺得完全不認識 所以什麼感覺都沒有 OK那麼這個卡機的話 就四點開上來啦,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其中因為它是一個活泼女孩專屬的卡機 所以卡機內啦會有LL的利布 然後還有叔叔的尼雙人 所以這邊要不要抽的話 其實大家就自己稍微拿捏一下啦 因為對於18號真的那麼喜歡沒有 因為在過可能不到半個月 我們的全球活動卡機就要開上來 這個是蠻重要的東西 這個自己稍微斟酌一下下啦 OK那麼再來的話就是 極限者覺醒也是今天會開 下午四點 我們佛泼女孩的那個極限者啦 藍奇跟六星龍 特攻的話啦 佛泼女孩 然後屬性方面的話就是 之屬以外的全部屬性都可以啦 沒有管超系或極系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因為特攻是佛泼女孩的關係 所以關卡基本上 不會太過有難度啦 大家就 可能 輕鬆打過去就算了 全自動啦 好那麼再來的話就是 全球活動的倒數圖 這個倒數圖的話還蠻精彩的 前面六天 全部 都是塞魯片 全面六天都是塞魯片 第幾就是第六天的時候啦 完結 就是打那個塞魯吧 把那個塞魯烘掉 可是在第七天 應該說最後一天倒數一天的時候 急轉完 直接煞氣了 又是很可能 全 第1part 跟第2part 都是龍族超的未來篇啦 講真官方一次這樣反轉又反轉 我真的是 我馬不要啦 反正我們就還是 怪怪的等著官方宣佈 到底出什麼好了 不過如果是 全部都是龍族超的話啦 我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唯一 只望的就是不要出大特小五這樣的組合卡啦 因為這 最後一天的倒數圖是大特加小五 蠻擔心的 因為看看那個利伍特就知道啦 連結死亡 類別死亡 也不到死亡啦 就是會特別的難用啦 所以就 我們 要的話 單體大特 之類的 不要只要把蠻將給放進來 蠻將可能出現在他的standby skill啊 我的主動技就好了 請問一下 這個是這樣子的東西啦 這個是我們的 全球活動 倒數七天 至於全球活動的倒數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樣真不太好 去說 明天的話 開始 那麼 18 19 20 21 22 23 24號 然後25號 正式進入活動 然後因為會有一個 深放送的關係 也不知道官方會放在什麼時期 去年的話是在 28號 所以如果是在 在21號開始倒數 然後開始倒數到第28號 然後在 29號之類的開卡機 可是因為是在 散散散 散散散 不是很好 如果是在25號的話 會在星期五星期六這樣子 這個對於 整個活動 因為在假日的關係 可能會比較有幫助 這個就 後續知道情報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 怎麼個樣子吧 好那麼 再來的話 就是 Retogon 方面 Retogon 這一方面的話 就是 明天8月 18號下午2點 會開首兩關出來 第1關的話 是未來 178號 第2關的話 是 賽魯第一形態 然後 然後都是 ZAC 篇相關 未來篇 可能到 後面的關卡 就可能是 走 之類的 這個就不確定 因為 未來篇這邊 如果想以 大特為主來看的話 因為絕望的未來 那可能就是 打 178號 跟 賽魯第一形態 就這樣子罷了 沒有東西了 然後剩下的關卡 三開始 可能就是 Goku Black 然後第4關 Black Jajama 第5關 Gatai Jajama 這樣子 一個5關的情況 至於 後續的話 我們就再等等看 那麼這個紅旗 竟然開上來了 他的 Supporter Memory 也當然是跟著出來啦 這張Supporter Memory 就跟我們想的 是一樣的啦 未來篇的 輔助嘛 輔助不離 Trancastomai Tachitabi 戰鬥中 未來篇全延 攻防10%提升 戰鬥開始 7回合內 隊伍內名稱 Trancast 幼年期 跟GT除外 或者 小五 蜂蜜 未來 絕色 7例 再加1 這個樣子 老實說 這個就算是 我們未來篇的 常駐戰力 那麼我們的 5周年 Vegeto Blue 也終於 可以吃到 Supporter Memory的加成啦 那麼 他的能力 又即將 更加的 誇張啦 喔吼吼 這個算是我個人 最期待的點啦 對於這個 Supporter Memory 我們的5周年 藍輩啊 等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 吃得到 輔助回憶啦 哇這個 10%的加成下去啦 想想都可怕 可以期待唷 可以期待 好 這個就是 紅旗相關的東西 那麼接著 紅旗相關的東西 還有就是 券籌方面 目前的資料下載的券籌情報啦 是有紅旗的這個 券 就是 絕望的未來篇這個 然後還有另一個就是 全球活動的紀念券 這兩個 全球活動這個 絕望的未來 裡面應該是會有合體 這些L-O 未來跟相關的 然後 紀念券就是 都是 不同的券啦 裡面有機會抽到 L-O 可是之前就有跟大家提過的 那個 50年抽券嘛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 是沒看到的 這個就 其實有一點 大問題啦 難道 這一次的活動 竟然不給嗎 去年都有給 而今年沒有給 反正會有點讓人覺得 福利被抽掉的感覺啦 但是官方如果真的不給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 可是如果是按照 去年的時間點來看的話 他在最後最後 全球活動正式開始之前 還有一個資料下載 然後他才 那時期才把 那個50年抽券的東西 放進去 所以可能 還會有機會啦 不過這邊 已經出了大部分東西 所以真的是 不好去 可以去鎖啦 好 那麼這個的話 我們就放著看啦 加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 回憶龍師啦 大家也算是蠻期待的 只不過目前 只有回憶龍師的 那個圖示出來啦 第四個回憶龍 第四次的回憶龍師 這個就 等官方的公告出來 我們才確定 後續會是怎麼個樣子 嗯 這個就來過就先啦 之前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然後還有的話就是 那個Pattern Battle 19號 4點會開上來 這一次的話 是走的 老實說 應該算是天下第五刀會啦 看這個角色來講 應該是天下第五刀會 相關 吧 呵呵呵 罵罵罵罵 不管怎麼樣 支持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類似這個樣子啦 嗯 那麼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 那個 爆裂連鎖戰 Chan Batru Chan Batru的話 是超級達爾啦 超級達爾 是這個樣子吧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開上來 然後再多兩天 就會有那個 極限jack覺醒的關卡 全開上來啦 在這個 追憶之瓶這邊就可以啦 用鑰匙嘛 極限jack覺醒的關卡會開上來 然後比較重點的就是 物語關卡這邊 有開上來的啦 好兩日後會開上來的 都是 龍族巢的 未來特朗克斯片的 相關 然後 塞魯片相關的是 沒有任何的 開上來 如果是講 從這一邊來看的話 似乎 嗯 就真的就完全的 龍族巢的 那個 未來特朗克斯片 這個樣子啦 我這一邊沒有開上來啦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tomate 讓我看一下 我confirm一下 現在的 物語 因為現在的物語啦 這些塞魯片 已經正在開設 開著 已經正在開著了 也有可能就是 這一邊沒有關 他直接延續下去 也是可能的 所以這個就 我們 接著看下去吧 呵呵 然後 jick battle 嗯 全部會開上來 然後 還沒打的朋友 到時候就可以 來打一下啦 OK啦 那麼 資料下載 大致上 就是 這麼樣子的東西啦 後續的話 就再看有沒有 更進一步的資料 我們再來 給大家看一看啦 OK 那麼 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jiamatani 拜拜